怎麼產生年曆 年曆的步驟第一個 就是要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比如說我今天要產生那個1月1號 那再來2月1號 3月1號 4月1號 OK 那再利用每個月第一天去帶出 其他的天 這樣會是比較快的 那可是這邊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產生2月1號 3月1號 4月1號 因此類推 方法當然很多啦 不過最簡單的其實你可以用那個EDATE函數 或者用DATE函數其實也可以做得出來 不過DATE函數的話 其實比較麻煩 他需要用到什麼YMD DATE 總共四個函數才能做完一件事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呢 要做什麼呢 做那個 就是 每個月的第一天的話 第一個 請各位利用插入函數 找到那個日期時間裡面有一個EDATE函數 EDATE 按確定 不過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是使用的是2003的 Excel的2003的 版本 EDATE的這個函數 是沒有的 不是沒有 是你必須要到 那個爭議集裡面 裡面喔 把那個分析工具箱打勾 它才會出現喔 OK所以特別注意喔 應該知道那個吧 底下有說明 不然你們可以看一下 那個 應該是在那個EDATE函數這邊 這邊有一個 如果你是2003的話 必須要先在那個 爭議集 工具 我記得2003的工具裡面的那個 爭議集裡面 會有一個分析工具箱 你把那個分析工具箱打勾 你才會有EDATE函數喔 OK這一點要特別注意喔 那因為我們現在用的都比較新啊 Excel2007 包含 以後的都沒有問題 都一定會有那個EDATE函數 所以呢我們要怎麼 產生每個月第一天 1 在2月 等於B2儲存格上面 輸入 點一下EDATE函數 再來的話呢 它跟你要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你要以哪一個日期為基準 那我們就用1月1號 第二個問題呢 後面它有個提示 它叫什麼 曼時 曼時意思是說 那你要跟基準這個日期 相差幾個月啊 有沒有曼時 相差幾個月 所以異類函數最主要的用途是什麼 就是 跟某個日期相差幾個月 所得到的那個日期 比如說呢 我1月1號跟2月1號 相差幾個月 剛好就差一個月了 所以你就輸入1就可以了 OK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 它會帶出什麼 2月1號 有沒有 那一樣的方式喔 如果你向右填滿 這個3月嘛 因為這個頸是 寬度不足 3月1號 為什麼3月1號呢 因為你向右填滿 我剛剛講過 這個 藍號會自動增加 向下是什麼 向下是列號 列號就2嘛 有沒有 2如果向下 變3變4 那如果說你現在是 向右的話 藍號會增加 所以本來參照到的是那個 就是 如果你向右填滿的話 本來是參照 就是1月1號 如果你向右填滿 它變成B 所以參照到2月1號 那2月1號的話 不就 2月1號為基準 相差一個月 就變成3月1號 就是1次類推 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 先做出2月1號之後 再向右填滿 填滿之後呢 到12月1號 12月份放開 OK 然後呢 它就每個月 第一天都出現 但是呢 格式怎麼樣 奇怪怎麼變緊 這個應該知道 就是寬度不足嘛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可以到 常用裡面的格式 格式裡面有個自動調整藍寬 從這邊有沒有 點下去啊 如果你藍寬 看到緊緻 反正就藍寬不夠啊 你就點一下 格式裡面的自動調整藍寬 全部都幫你把 那個藍寬 全部調整好了 這樣會比較快 自動調整藍寬 不然的話如果你不知道 以前要慢慢調 或者點兩下 你可能調很多藍 那不會很花時間嗎 所以這個有個 格式裡面的自動調整藍寬 還蠻好用的 其實常常會遇到 那個 很多藍 那你一個一個慢慢調 很浪費時間 用這個會比較快一些些 好那這樣的話 第一步我們就完成了 就是自動帶出 每個月的第1天 那每個月的第1天 帶出來之後的話 接下來 我們要帶出 這個 每個月的 第2天以後 到最後一天 那怎麼做 基本上 很簡單 你只要把 1月1號再加1就好了 1月1號 加1就變成 1月2號 那加 你要想說 日期為什麼加1可以 其實如果你把那個 游標放A2 按滑鼠右鍵 儲存的格式 如果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通用 按確定之後 你會發現呢 它裡面會放什麼東西呢 本來是一個日期 可是當你按滑鼠右鍵 儲存的格式 如果你把它改成通用的話 其實也就改回 打回它的原型 那其實 在Excel裡面 日期呢 基本上就是一個數字 它存在Excel裡面 就是一個整數 那這個整數是什麼意思呢 43101 這個數字怎麼來的 其實 根據官方說法 它是跟 1900年的 1月1號 相比較之下 1900 很久以前 相比較之下差幾天 那大概越未來越多嘛 所以 以 107年的1月1號 跟1900年1月1號相差幾天 就是這個 43101天 OK 那如果1月2號呢 那就加1嘛 再加2嘛 再加3嘛 一直往後 那當然這個數字 會越來越多啦 不過 理論上 再經過100年 再經過100年 也不過再多增加365天 再乘100而已 所以 等於是100年之後 這個數字 頂多也是只有大概 在3萬 大概就是8萬而已 所以100年之後 8萬 所以這個數字應該 不會大到一個沒辦法接收的數字 另外 因為時間 其實順便講一下時間 時間其實就是 24小時 一個小時就是 1 24分之1 OK 所以它裡面 那個時間 是小數點 所以如果後面有小數點 那表示 這個後面還有帶時間 如果是整數 那就是剛好是 12點整 OK 所以那個 至於計算 可能也要是用 hr、mini、second 分別去計算 這跟它複雜度 又更高 那大概有一個概念就可以了 因為 大家其實最頭痛的 還是日期的計算 所以 第一個 我們先知道一下 這個概念 第二個的話呢 我把它 復原 Ctrl加Z CtrlZ的話 就復原 OK 復原 復原之後的話呢 大概知道一下 我把它也這樣再放大一下 因為這個 這個 好 也就是說 1月2號是等於什麼 等於 所以先加個等號 等於 A2 所以我在A3上面是 A2 再加1 所以加一天 加1的話是加一天 那因為加了一天之後 裡面是數字 加一天之後 然後也會順便幫你把上面那個儲存格的格式 幫你套上去 所以你看到的 基本上還是一個日期格式 除非你怎麼樣 把那個格式 改回通用 才會看到它打回它圓形 其實它就利用這樣的概念 只是說年月日 比較麻煩是要分別處理 這個可能 一般我們在實際上遇到的 就是這個年月日的計算 那做完之後 怎麼 你就把它向下 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 因為列號會增加 所以A2 會變A3 剛好就參照到上面那個 所以你向下填滿之後 你會發現 到32列的時候放開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什麼 107年的1月31 那如果你向右填滿的話 剛好我們也參照到2月份 所以一直往下的話 你會發現 不過我先向右拉一個就好了 那你會發現什麼狀況呢 3月份不對 所以如果你現在整個向右 把他全部拉完 拉到L欄 比如說我這邊 一整年 L I J L在這裡 12 那你會發現 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 當然 已經有一個年曆了 只不過 會多一些東西出來 2月份的3月不應該出現 4月份的5月不應該出現 反正只要他的 那個月不是31天的話 那就會多一些東西出來 所以 你要怎麼樣讓這些東西不要出現 就是我們要做的問題 當然我們不是說 六同學 平常習慣是 選他按Delete鍵 選他按Delete鍵 當然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不用學函數了 OK 可是你要花很多 因為你每個 變成小月 就有好多個 至少六個 你要Delete六次 那有沒有比較快的方式 是不要讓他出現 那不要讓他出現的話 這個時候當然就是要 做一些邏輯判斷 所以 如果 將來你要 讓 Esser幫你做判斷 那你就是用剛剛的if 可是if的邏輯什麼 很多嘛 直接想到就是說 如果我希望 怎麼樣 當他出現下一天的時候 幫我判斷一下 他的月份 跟 上面這個月份 跟即將產生下面這個月份 他們的月份 曼時 一不一樣 如果不一樣的話 那我就 輸出沒有東西 反之 才是輸出 我要輸出的東西 人家這個邏輯 應該知道我在敘述什麼 只是說 怎麼樣把這個邏輯做出來 那我一樣 坎充日好了 我再把它恢復 好 剛剛A2加1 坎充日又恢復了 恢復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再 看邏輯怎麼下 一般習慣什麼 把這個A2加1也許先減下 減下之後呢 再插入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邏輯我們剛剛用過 邏輯裡面的if 如果什麼呢 如果我現在的儲存格 我的上面那個儲存格 的月份 那上面那個儲存格的月份 這個可能你要用自己打 比較快 慢死 但你也可以用插入前面的函數 不過 我剛剛講過啦 哪一個比較順就用哪一個方法 我覺得這樣比較順 慢死 不過你可能這個字要 要打對 慢死 應該會吧 這個月份 還比較差 前刮弧 什麼呢 上面那個儲存格叫A2 後刮弧 如果呢 不等於 等於是這樣的 不等於在 Excel裡面 是 小於加大於 這個叫不等於 如果不等於什麼呢 後面那個要產生的月份 那是什麼呢 慢死 錢瓜弧 A2加1之後 一個是A2 一個是A2加1 這樣有兩個 上面那個呢 跟下面這個呢 如果他月份不一樣 不等於就是小於加大於 那如果不一樣 我就把它變成沒有 沒有就是空的 空的我前面講過啦 就是打兩個空字串 兩個雙引號就是空的 裡面記得喔 最近有同學我發現 他 很天才 自己再加一個空白在裡面 沒有必要啦 不然輸出 就變成空白 反而會有 礙事 就是兩個雙引號 反之呢 做什麼 就是跟剛剛一樣 什麼呢 A2加1 就對了 如果他月份不一樣 就不要輸出 如果月份一樣 那就輸出 把上面那個儲存格 幫我加1 就放過來 OK應該理解這個 邏輯了 所以這個邏輯 下好之後按確定 有沒有 那因為呢 我們 1月1號跟1月2號的 月份相同 所以他還是A2加1 那你如果向下 到1月的 到那個 A32放開 可是拉過來我們看一下 2月份 2月份呢 會不會 有什麼情況發生呢 當然2月28跟3月1號 剛好是 不同月份 所以呢你會發現放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那個什麼呢 2月28 跟 3月1號 3月1號不見了 可是呢 下面會多兩個什麼 請開頭的符號 有沒有 為什麼會有這個錯誤呢 後面跟你講說一個VALUE VALUE意思說 你那個 值發生錯誤 那那個值是什麼錯誤 意思就是說 因為你把那個 裡面的月份 那個日期清掉 那清掉之後的話呢 當然你用曼時來判斷 會發生什麼錯誤了 你沒有給我 日期 可是你卻要我去判斷 月份 所以他那個 緊開頭意思就是 有錯誤 所以各位應該有常常看到 你在以色列裡面常常看到那個 緊開頭的 反正不就是緊開頭 緊VALUE 或者是緊NA 或者是緊REF 緊什麼 反正緊開頭的這種 就是實際上 意思就是 Excel會告訴你 犯錯了 後面是犯錯的原因 那以後呢 如果說你 因為我們已經 基本上A2加OK了 那如果說呢 第一個問題解決 產生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還要再解決 那以後如果看到緊緻號的話 我教各位 你就是再怎麼樣 把它過濾掉 過濾掉 怎麼過濾 特別注意喔 再來就是說 如果以後你只要在 在Iscel裡面看到緊緻號 那我們再把它回到剛剛這個地方 我 記得喔 就是 這個 請你把那個公式 把它剪下來 我要再做過濾的動作 那剪下來的話 特別注意喔 請你注意喔 不要剪到等號 就是 等號後面這一串 再插入一個公式 什麼公式 如果你未來要過濾的話 請你用邏輯裡面 會有一個叫 if error ifair 這個函數 不過但是喔 如果你使用 2003的同學 ifair 2003沒有 你可能要用別的方法 那我先講一下 如果2007以後 你可以用ifair ifair 怎麼做呢 很簡單 按確定 把剛剛的公式 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後面有多一個儲存格 如果 value ifair 也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呢 儲存格裡面 本來會有緊緻號 其實你都可以利用ifair 就過濾 過濾的意思是說 你把原來的公式貼上 不包含等號 然後呢 如果發生錯誤呢 你把它清掉 清掉意思是說呢 你就在 Value ifair 這邊 加兩個雙以後 就是清除 意思就是說 將來如果你的 你的儲存格裡面 只要有緊緻號 開頭的 通通都可以用這個方式來過濾 很簡單 你就把公式貼上 然後呢 把它放在 ifair 的第一個參數 第一個引述 第二個引述呢 就是 加兩個雙以後 就是 只要有緊號 就幫我清掉 按確定 向下 到三十二 向右 你會發現 錯誤消失了 他等於是只要看到有緊開頭的錯誤 一律 都 不要讓他顯示的意思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們看到 Exel裡面有很多緊開頭的 通通都可以用ifair 去過濾 通通過濾掉了 所以 以後呢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 Exel裡面 常常會有一堆的錯誤 那其實我是建議 你可以把這個ifair學好 再到 L欄放開 你會發現一整欄 全部的 這個年曆 就通通幫我 全部做好 公式的話 基本上 可以看一下那個 我們的 這個 就是 應該在二十九頁吧 二十九頁 上面有個公式 公式的話在上面這邊 可以分成那個 幾個階段來看 當然 我們其實這個部分就是 第一個階段是 A2加1 A2加1之後會產生 那個月份不同的錯誤 然後再利用那個if MANUS 去判斷 MANUS是判斷它的月份 如果月份不相同 那我就輸出空的 反之就是 A2加1 再把這個公式減下 放在ifair裡面 就過濾 如果有錯誤 請Value錯誤的話 那一律變成空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 有三個階段 這一題相對的 稍微比較難一些些 我把游標放在這邊好了 試試看 這個地方 過濾 就是 怎麼產生 一整年的年曆 OK 難度 又跟 之前的 題目比起來 相對的還是 比較困難一些些 那這個部分做完之後 等一下我們會 還需要 比如說 這個禮拜六禮拜天 或者是 哪一個 禮拜六禮拜天 如果假設我希望 換個顏色的話 一年有 五十二週 那你起步五十二個 禮拜六禮拜天 你都要 慢慢去格式嗎 不是啦 其實你可以利用什麼 設定格式化條件 裡面有一個叫 新增規則 也就是說 未來 我假設 我希望禮拜六 給我 一個顏色 可能字的顏色換一下 底色換一下 禮拜天 又一個另外顏色 那用什麼方式 可以達到 就是說 快速 幫你 格式化的目的 OK 所以請各位 先把剛剛這個 先做一下 曼時 所以這一題 變成會需要 同一個公式裡面 就會有 三個 三個函數 先曼時 再 再 IFL 可以分三階段來完成 所以相對的又比早上的 還來的 更加的 複雜 但是 特別注意 如果你是用那個 2003的話 可能就 就要換一個 如果 你 剛剛如果2007 你的A2 程式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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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A3吧 這個 是不是 這個 這個是 E-day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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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1月 一個月 意思是 相差一個月 我跟前面的比 相差一個月 跟前面的比相差一個月 OK 所以 這個年曆 大概可以拆成兩個部分 上面的 是 每個月的第一天 先產生 再產生它底下的東西 試一下 好